大家好,我是三喵鞋,小尾巴上岗 那么就这两天发生了一个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的事情 我都懒得吐槽了 但是有朋友说让我一定讲一讲 这就是某非常厉害的拥有宇宙真理的 咱也不好说什么的国家政权组织 他说要限制家和者这样的出口 消息一出,大家是欢欣鼓鼓鼓掌啪啪啪 说这下可算是卡住了美帝国主义的脖子 我们又赢了,赢两次 这话从何说起呢 家和者,它是制造半导体的很重要的原料 我们说半导体,它我们都知道硅嘛 硅谷,silicon 这个硅是第四主族的元素 这个家,彭里加烟它,它是第三主族的元素 这个者呢 它也是第四主族的这种元素 第三主族跟这个第五主族 这两族的元素在参进半导体里面 您可以做成N型或者P型半导体 那么这个在半导体工业当中很重要 那么这也是半导体工业当中很重要的一些原料 那么这些原料呢 目前啊,这个某些地方的开采量是世界的大头 于是就好,很有精神 我就下定决心排除万难 就对这个加合者进行出口禁令 你看到没有 这个你们不是要拿芯片去卡我们的脖子吗 对不对 那我现在没想到吧 对不对 呵呵 我现在去卡你们芯片的脖子 没有加合者 没有金克拉 怎么种装家 没有加合者 怎么凿芯片 对不对 那这个 这就是啊 到底管不管用呢 对吧 呃 我先不类比啊 首先给您讲一个事情 这个开采量跟储藏量是两件事情啊 就是这个国家可以开采的很多 但是它的这个储藏量可能不是世界的这个第一 那么只要它不是这个国家 百分百的储量都是这个国家的 只要不是这个国家 百分百的开采量都是这个国家的 那么其他的国家总能找到一个replacement 一个替代物 对不对 当然您要说起来啊 如果这个国家啊 对吧 他把这个加合者给停止出口了 那么其他国家找替代物一定会经历一个过程 但是绝不是找不到 对吧 这个这地方啊 之前还想是这个禁止出口稀土 这样美国的F35战斗机就不能商片去 去去去怎么着了 对不对 所以说 稀土这玩意儿又不是只有这地方才有的 其他地方也有 只不过这个稀土这开采啊 包括这个加合者 这个很多加合者 在这些地方的开采都是那种粗放型的 然后那种环保可能不是很友好 然后开采出来都是那种粗加粗折这种东西 那国际市场可能价格也并不会啊 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是这些加合者 其他国家绝对不是说不能开采 您就比如说加这个金属 哪还有啊 乌克兰 那么您觉得在俄罗斯战争之后 乌克兰会导向哪些地方呢 这也是第一个啊 你有替代物 第二点啊 你不管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什么理工科的什么半导体的这个东西 本质上这是国际贸易 这是一个商业行为 对不对 在商业上吧 所以有一句古话叫什么 和气生财 这一块是有道理的 就是你不能说 就是大家在做一个商业的长期游戏的时候 我觉得我捏着你把柄了 然后我就把你摆一道 这样做的后果就会让你被踢出国际的这种市场 当然可能对某些人来说这样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对吧 但是你想想你像司马兰老师 对不对 人家毕竟还去美国使馆 人家毕竟还有家人在美国 你像陈平老师这个返美式工作 对吧 赴美式生活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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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相信您是比我更懂的 那么你如果就切断了这种供应之后啊 那么在国际市场上 您的这种reputation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那最后你想回到这个国际市场 可就很难了 你就是一个不守信用的 就是你就是一个干什么事情 一拍脑门做决定 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不稳定的一个 供货商 为什么要跟您去做生意呢 我宁可花高一点钱 我找一个稳定的供货商 都是好的 当然有人会说 那你看这西方某些国家 他为什么用这个芯片去卡 卡这个我们的脖子 首先谁是我们 对不对 为什么拿芯片去卡一些 这个跟他们意识性的不同的 这些国家的脖子 首先这个所谓的贸易战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吧 我相信您是比我清楚的 对不对 而且你要是 如果您觉得这个做生意这种事情不重要 您就想一棍子把人打死的话 那么请问 您对于这些东西的这个掌控权是百分之百吗 还是西方国家对于芯片的掌控权是百分之百 您不从西方买芯片 要不您从俄罗斯买芯片 对吧 那个俄罗斯那个巡航导弹里面 拆拆的芯片 也是西方的 要不您从朝鲜买芯片 算了算了 这不重要 或者您就人肉芯片 这个碳基 硅基的半导体 不行 我们就搞碳基的生物芯片 或者 对吧 你到时候 你总不能说 搞了一个过时的摩托罗拉芯片 然后拿砂纸一磨 打上那什么厉害了 什么什么 算了算了 这个人家对于芯片的这个拿捏是百分之一百 对吧 那您呢 对于这个 这些东西的拿捏是不可能是百分之一百的 据我所知啊 这个我太学渣了 孤落寡闻 但是按照我自己这个非常非常浅薄的知识 我也是知道 从原材料这个角度来讲 世界上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去百分之一百的去卡住另外国家的这个原材料 曾经有一个国家认为我们国家的石油产量是世界上占大和窝 禁止向这些国家去输出石油 他们该怕了吧 哎 您知道 这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候的阿拉伯国家 他们的确是这么干的 这么想的 而且真的富足了行政 那么西方的确是短期之内受到冲击之后 马上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这种策略 产业结构之后 到后来 第二次第三次石油危机对西方的冲击是越来越少 反而是石油这种东西对阿拉伯国家来说 你不卖出去 它就是一堆 那种Dark Sticky 这样的Liquid 对吧 就是那种乌黑粘稠的这样的一些业绩 你不卖出去 它是不能变成什么 就是那个马沙哈地 不能变成四人飞机 不能变成迪拜的那种土豪的东西的 对不对 你一定得卖出去 非常浅浅的一个道理 那么第二个想拿类似这种东西去卡欧洲脖子的 哪个国家 俄罗斯吗 这不是 咱就不说石油危机那事了 那种俄罗斯这事 那是近在眼前吧 普京大力为什么敢于发动乌克兰战争 对吧 乌克兰一定是不能抵抗我们俄罗斯 天兵天将力 一小时二十二分 要四个通其辅地 而这个欧洲的政客是软弱地 民众是怕事地 我们俄罗斯是掐住了这个欧洲的这个能源的命脉 石油和天然性的命脉 对吧 这个俄罗斯掐住了这样的一些东西之后呢 然后你怕不怕 对不对 你就得乖乖就发结果没想到欧洲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这种调整之后 迅速的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这种能源依赖 所以你看有的人说民主国家很软弱 民主国家很废柴 民主国家很没有精神 对 您千万不能让民主国家形成一个共识 就是你是他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敌人 一旦这个牧师形成了 那么您的所有的这种威慑都是不管用的 那么现在这张牌打出去之后 对吧 想再回国际市场 那就非常非常非常难了 不过好消息在于什么呢 这个这地方啊 这个虽然家和者啊 他出口这事啊 可能要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 但是啊 这地方他自己对这个需求也挺大 因为对吧 这个我们要搞自己的芯片吧 对不对 你像那个汉芯 武汉红芯等等等等 这种大跃进之下 一定能够搞出这个两纳米的芯片 一纳米的芯片 这一定是能搞出来的 对吧 这个 这个 如果 谁敢怀疑呢 对吧 那么所以说 这个道路是取责地 前途是光明地 对吧 苦一苦 那啥啥啥 将来一定会好的 这就是下一盘大棋吧 对吧 这传说中的一盘大棋 也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 到底是不是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反正按照某些报道 这个美国应该搬着石头砸了自己脚 砸了N回了 对吧 那也不介意再多砸一回吧 对吧 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还是搬着自己脚往石头上撞呢 这咱也不好说 咱也不好问 行 接着这个话题啊 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